给大家聊一段啊 这个有一篇文章还是不错 清朝究竟是怎么灭亡的 首先讲讲革命发生的原因 从清朝后期的历史来看 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有很多的 其一明清以来的商业资本的发展 国家赋税的货币化 全国市场的形成 就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 劳动力的流动 劳动力啊 外来人口啊 农民工啊 尤其是近代工商业 与海外贸易的急速成长 海外贸易没有八国联军 没有英国人 是吧 没有五口通商 没有英法联军 没有鸦片战争 对吧 怎么会有海外贸易呢 对不对 表明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正处于技术革命 与制度演变的前夜 对此随手便可举出许多的证据 也就是说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 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 较致传统的形态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二 晚清的官场相当的腐败 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更没有好感 皇帝在民间 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这与八国联军 占领北京的时候 慈禧与光绪 逃到西安的 政治形象有关 也与革命党人 和立宪党人的宣传有关 老百姓听到了神圣的君主制度 太多的不神圣的方方面面 又多见身边道德沦丧的贪腐的官员 特别是那种立木 牙役之类的下层官人 就是那种小牙役 小 是吧 小楼了 小爪牙 小狗腿子 第三 清朝官员呀 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过于激烈了 政府的内耗 非常的大 许多政治上失忆的官员 对执政者持敌视的态度 没有保护政府与朝廷的责任感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根据慈禧太后的临终安排 由光绪帝的侄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 即宣统帝 由光绪帝的弟弟 宣统帝的父亲 第二代纯亲王宰丰 为摄政王 以监国 也只有27岁 而当时最重要的大臣张之洞 不久后便去世了 另一位权臣 袁世凯 被摄政王 逼迫下台 回河南养科去了 就是脚丫子受伤了 脚上长一能包 以这为借口不用他了 本来要宰了他的 想把这个袁世凯给宰了 宰封才20多岁啊 对吧 他有点嫩 他就是狂 是吧 满清的八旗 熏贵 八旗 皇族啊 瞧不起汉臣 汉族人的大臣啊 当时有人劝他是荣禄 还是谁劝他 说北洋六镇 都是人家袁世凯的兵 是吧 你要把袁世凯宰了 这个北洋新军 可能会造反 君权不顾 君权啊 不稳固了 又无合适的辅佐之大臣 政治上缺乏强力人物啊 这种铁腕啊 人物比较牛的 能够力挽狂澜的啊 然后各方面都买账的 没有了 第四 庚子事变之后 清朝进入了新正期 原来以四书五经 为标准考本的科举制度 受到了最大的冲击 1905年 清朝废废科举 把科举给废了啊 改设新式学堂 儒家文化中的中军思想 由此而受到侵蚀 西方的民主思想 随着政治经济 社会 甚至军事技术 诸学说 各种学说 导入各类学堂 而悄悄的沁润人心 西方的东西啊 没有人能抵挡 尤其是民主制度啊 虽然当时的西方 也不是百分之百 今天也不是 但是比你东方 尤其是中国 要强多了 是吧 中国这两年啊 又想着另立一套 另搞一套 还想着统治世界 你做梦去吧 第五 中央财政已经枯竭了 1895年 甲午战争的赔款 白银 两亿三千万两 1901年的庚子事变 再赔款 四亿五千万两 加一块啊 六亿八千万两 这远远超出了清朝的财政收入 迫使清朝 大举借债 主要财政收入 如海关 离金 延税等 都已抵押了 第六 与财者有关联 由于中央政府没有钱 相关的事务 只能交由各省去办 其中最重要 且最花钱的是 军队和教育 当时的新式陆军 也就是新军 以各省为基础 来编练 大的省份 编练一两个镇 这个镇就是师 小的省份 编练一两个邪 也就是邪领 就是旅 邪就是旅 军权由此 落到了各省官员的手里 而直立 直立就是今天的河北 军权 直立在中央财政的支撑下 是吧 因为他离北京近 他就保卫北京 练成了六镇 直立最多了 就是北洋新军 军权 落到了直立总督 袁世凯的手里 后来交了四镇 有四个师给了陆军部 学堂也由各省各县来办 其师资与政治控制力 也取决于各地的官员 与士身的态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啊 新军与学生 是辛亥革命的主力 财权 军权 教育权 包括舆论 都不在中央政府的手里了 辛亥革命 就是在这样一个弱势的 危机处理能力不强的 中央政府的统治下 发生的